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顺境 在逆境 在很成功的时候 也可能在失败的时候 在一帆风顺的时候 风平浪静 晴空万里的时候 也可能在 哇 我怎么会遇到这样的满天阴霾的时刻 求主恩待我们一同来今夜 人生不会真的是永远一帆风顺的 可是即使在满天阴霾 什么都看不清楚 哇 一片昏暗 在这样的景况之下 怎么蒙福呢 有一种福气 是在每一个时刻之下 你都可以经验的 我读给你听 耶和华像以撒显现说 你不要下埃及去 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 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大的祝福 不是永远晴空万里 看得很清楚 而是 的确 有的时候就是看不清楚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往左走好吗 还是往右走 是往前行 还是停在远点 还是干脆回头 到底应该怎么样 看不清楚 可是在看不清楚的时候 神却有清楚的指引 因为他看得清楚 他是全知的神 一帆风顺 有的时候反而使我们会骄傲 你会觉得说 没关系 反正我行 我会 我能 但是遇到了一些很大的困难 那些困难大到让我觉得 我不会 我不行 我不能 我必须倚靠神 而在当我寻求神的时候 神有清楚的指引 我好喜欢以撒显书里面说的 他说 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笔 以困苦给你当水 但是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 你不论往哪里去 你或向左或向右 有声音在你的后面对你说 这是正路 你要行在其间 我仍然觉得有一个感动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你正在面对生命当中一个很深的困难 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 你很害怕做一个后悔的决定 一个错误的决定 但是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好吗 我们求神指引你的路 让你知道说 我或向左或向右 我里面有一个把握 我有一个确据 因为神指引我 有一个声音对我说 这是正路 我要行在其间 主要我就是为 此刻正在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不知道该应该往哪里做抉择的人祷告 主要我们在里面承认 满天的阴霾使我们看不清楚 我们根本不知道 往左走究竟会怎么样 往右走又会如何 停在原点会怎么样 往后往前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看不清楚 但是主啊 你看得清楚 求主指示我们 好像当年以撒享受的恩典 在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的时候 耶和华神 你清清楚楚地指引他 愿你指引我们的路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我要鼓励你 打开圣经 好好地读神的话 主透过圣经 指引你 当行的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